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港姐冠军李嘉兴一直占据最美港姐的称号 港媒盛赞她拥有石破天惊的美貌 而1989年的冠军陈法荣 则是第一个来自顶尖大学学府的选美得主 真正的兼有美貌和智慧 有趣的是 当年李嘉兴作为上届港姐冠军 亲手将水晶罐戴在陈法荣的头上 两位美人绝不会想到 日后他们竟然会两次喜欢上同一个男人 并由此生出诸多情感纠葛 和很多含着金康时出生的女性不同 陈法荣的童年没有无忧无虑 也没有芭比娃娃 1966年 陈法荣出生于香港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 母亲重病 全家人都要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后来 母亲因病离世 年幼的陈法荣和父亲相依为命 母亲的叙事 也让陈法荣比同龄人更加懂事 成为了大家眼中的怪怪女 学生时代的陈法荣对于长相并不在意 反而十分热爱学习 经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炎然一副学霸的样子 在那个少女都对香港小姐充满了憧憬的年代 陈法荣偏偏就认为那只是小孩子的想法 太不切实际 于是乎陈法荣放弃了香港小姐的宣巴 选择了出国留学 在留学期间 陈法荣对时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以至于大学实习时 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时尚界的宠儿 香奈尔公司 而当时陈法荣的愿望 就是成为像香奈尔女士一样的女王 在愿望没有实现以前 一切都有可能因为外部因素而脱离原本的轨道 一次暑假 陈法荣回到香港 也正是这次暑假彻底打乱了陈法荣的轨迹 当时回到香港的陈法荣 刚巧碰上1989年香港小姐的宣巴 在朋友的怂恿下 陈法荣决定摘下眼睛参加比赛 对于陈法荣来说 参加比赛只是为了玩玩 但没想到的是 陈法荣一路过关斩将 很快便杀进了决赛 决赛之前 陈法荣还是一头爆炸卷 看起来既潮流又淑女 但有些人因为忌惮 就会在背后搞一些莫须有的小动作 但恶心你一下 在决赛前 陈法荣和当年的邱淑珍遇到了一样的质疑 很多八卦小豹都在传 陈法荣之所以留长发 是为了遮挡头上的伤疤 对于这样的传闻 陈法荣哭笑不得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剪掉了一头长发 一头干净利落的鞋儿短发使人 想必这些八卦媒体也是理亏 在被陈法荣打脸之后便一言不发 那些言论自然也随之蒸发 事实证明 美女就是美女 即便是没有发型的修饰 依然是窈窕淑女 陈法荣也成为首位短发钢姐 从此 陈法荣叱咤香港影坛 取代了一大美人 站在了香港娱乐圈美女金字塔的顶端 摘得钢姐归惯后 陈法荣的时尚梦被迫终止 一段全新的人生就此开启 港姐比赛后的第二年 陈法荣搭动励志李嘉欣 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量足一百分 但从电影名字和演员来看 就知道这部电影除了美女 没有其他看电 随后 陈法荣又得到了鬼才导演王金的赏识 受邀参加了电影赌侠的拍摄 这对陈法荣来说是极为幸运的 不仅能和自己的男神巴戏 还成功走红 可谓一箭双雕 在这之后 陈法荣的事业飞速发展 精湛的演技 再加上她的盛世容颜 一时间 陈法荣的名字惊艳了整个香港 成名后 很多优秀男士倾目而来 换句夸张点的话说 追她的人从香港拍到法国 这也并非空谈 她自己都曾坦言 最多的时候 同时有七个男人都在追求她 但陈法荣认为 浮华的娱乐圈中很难有真感情 于是乎对待感情 她理智的可怕 既然身处于木混杂之地 又怎么确保自己能够出于你而不然 可能是由于美貌惊人 即便陈法荣安分收集 也总会被有心的媒体添油加醋 甚至是一部戏 一个绯闻男友的节奏 其中就包括当时已婚的钱小豪和张卫健 但这些都是八卦媒体的无稽之谈 可陈法荣实实在在有过恋情的 就是有着香港风流才子之称的倪正 倪正出身文化世家 父亲倪匡是著名作家 自称副业 倪正也是年轻有为的作家 兼主持人 自古为人多风流 这句话即便是放到现在 也依然奏效 倪正才情四义 自是深得女人爱慕 美女爱家人 当时香港的很多女明星 都和倪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中就包括李大美人 还有周慧明 在和周慧明的恋情结束后 倪正便把让自己流鼻血的陈法荣 安排在了自己的计划中 这样一位情长浪子的手段 陈法荣哪里能招架得住 没过多久 陈法荣便被倪正请君入瓮 做起了恋爱中的小女人 但陈法荣不会知道 倪正向来是采花高手 既是高手 只采一朵 怎肯作罢 在交往了两年后 倪正毫无征兆地劈腿了 劈腿的对象 则是她的前女友周慧明 更滑稽的是 当时的媒体竟把矛头指向了陈法荣 甚至给她安上了小三的名号 情伤还未愈合 又遭到了媒体的恶意抹黑 陈法荣瞬间感受到了绝望 在上段感情中 陈法荣无疑是冤大头 付出了一切 最终赔了夫人又折了兵 但此时的陈法荣 对于爱情还是心生憧憬 走出阴霾后 陈法荣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感情 只是没有想到原本想拿爱情治愈疤痕 却不成想自己亲手往伤口上撒了盐 这一次陈法荣卸购了情场老手许靖亨 许靖亨睡过刘嘉玲 娶过何超穷 完转情场多年 陈法荣与许靖亨而言手到擒来 这段感情中 陈法荣原本胜算很大 既得到了许靖亨父母的认可 又得到了许靖亨的爱 但奈何 许靖亨的爱太多 多到同时分给了另一个女人 李嘉兴 这招脚踏两只船 许靖亨从和陈法荣恋爱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在玩 陈法荣不愿和另一个女人同分一杯羹 留下一句 拍拖是两个人的事 三个人太挤 陈法荣主动让位后不久 李嘉兴成功上位 成为名副其实的许太太 两段感情都在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 又被迫回到原点 只开花不结果的感情 对于陈法荣来说是残酷的 同时也是幸运的 残酷的是 他总是满怀期待 又被重重摔下 幸运的是 他有更多的机会 接触全新的感情 体验不同男人的快乐 2003年 陈法荣和闺蜜蔡少芬 一起参与电视剧 《水月洞天》拍摄 在这里 陈法荣卸购了自己的第三段恋情 拍摄期间 陈法荣和武术指导 杨俊逸因细生情 走到了一起 同样是身份悬殊 同剧组走出来的张静和蔡少芬 就要幸运很多 陈法荣名气大 杨俊逸只是个无名小卒 因此 对于自己的小男友 陈法荣经常无理取闹 但无论怎样 杨俊逸包容了陈法荣一切的小脾气 在这段恋情中 杨俊逸爱得卑微 而又辛苦 人总是这样 拼命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对自己好的 偏偏不懂得珍惜 四年间 杨俊逸多次无法忍受陈法荣的无理取闹 甚至是爱搭不理 分分合合 最终分道扬镳 而对于这段感情 多年以后再提及的时候 陈法荣已是满身回忆 原本以为 经历了三段失败的恋情之后 陈法荣看男人的眼光总该准一些了 但接下来的这段恋情 却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社会险恶 42岁那年 陈法荣遇到了游王朱明 原以为找到了一辈子的归宿 却输得彻底 在这段感情中 朱明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局 环环相扣 引陈法荣上钩 为了得到陈法荣的清心 朱明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 坐拥数十亿身家的富豪 对陈法荣和他的家人更是无微不知 就这样 陈法荣放下了戒备 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这个 自以为能托付一生的男人 不成想 这是在自觉坟墓 08年金融风暴后 朱明一夜之间负债累累 随后被人间蒸发 朱明失踪后 他的身份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为了蒙骗陈法荣 他的名字竟然都是假的 朱明 原名陈俊 早在97年就已经破产 为了躲债 才换了假身份 这个骗子 骗走了陈法荣两亿 而他之前所谓的贴心大方 也只不过是为了收获更大的回报罢了 前三段感情 与陈法荣而言 只不过是伤了感情 最后一段感情 几乎要了他的命 在被骗之后 陈法荣彻底崩溃 一度自杀 不过还好 被救了回来 经此一遭 陈法荣也看透了红尘 感情 与他而言 仿如过眼云烟 谈指一挥间 曾经那个蜂蜜香港的陈法荣 如今也已经年过半百 仍是截然一人 有人说 他作茧自负 一手王炸的牌打得稀碎 也有人说 他红颜薄命 命途多窜 但在陈法荣看来 他经历的一切 都是岁月的洗礼 不是孤独选择了他 而是他选择了孤独 万事万物 皆有定数 或许陈法荣的一生 注定是没有爱情的 在渴望被爱的年纪 却从未得到过爱 如今 已然过了那个 渴望爱情的年纪 看破红尘于他而言 或许是一种解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 订阅 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